又發生了水上摩托車 水柱商人的意外 年僅十八歲的女遊客在墾丁南灣 搭乘水上摩托車 就被甩拋落水 剛好就被車尾噴出的強力水柱 集中下鐵 血流如柱緊急送音 事後裝設了人工肛門 業者在事發當時並沒有報案 而是在二十幾天之後事件曝光 原來水上摩托車的駕駛騎乘執照 已經過期 等同於是無照 懇管處將會依法開罰 水上摩托車乘風破浪 高速的刺激中危機四伏 這個月十八號 一名十八歲女乘客 在墾丁南灣乘坐水上摩托車時 被甩拋車外落水 遭到水柱急傷 這個地方噴水孔 這個水柱起來跟這個消防栓一樣 非常恐怖 這個力量非常大 高壓水柱 擊中女遊客下體 當場血流如柱 緊急送音 被水上摩托車的水柱 噴射到私密部位 那到了我們醫院以後 我們外科醫師 跟他做了緊急的止血處置 傷者轉送高雄長庚急救 下體撕裂傷嚴重 後續只能裝設人工肛門 目前已經出院 這起意外 在事發二十多天後才曝光 業者是合法經營 卻沒有報案 原來水上摩托車駕駛的許可執照 已經過期將近四年 等於是無照騎乘 肯管處將依法開罰 那摩托車是有營業許可 但是騎乘的教練 因為他的一個駕駛執照已經超過了有效期限 這幾年來 有多名遊客在乘坐水上摩托車時 遭到水柱噴傷 醫生建議 最好在泳衣外多加一件緊身褲 或是穿著全身性防寒衣 以免類似意外再度發生 記者林安平 屏東報導